1個毛,2個毛,3個毛,大家好!我是三毛! 今天2月包,明天2月9號的月版本奶能包來啦! 明天維修時間是凌晨的10點,不是說10點 凌晨的12點10分到早上的6點,那他維修的時間還是一樣非常特別 那他在之後是不強制換包的,所以我們直接只要原程式更新就好了 那月版本一樣非常有誠意的,十之音5個 好啦,那本週的月版本更新,第一個更新的話是我們的限時活動,一箭破雲 這個有點厲害啦,就是我們的3C的前置關卡 這個時候就上了 有點不知道怎麼說,進度好像有加快了,不知道大家怎麼看待提前3C關卡打開這件事情 就跟那時候熊圓劍的那個聯動關卡先上來一樣的感覺 熊圓劍先來 然後 那個什麼 仙劍才來 這個一樣的感覺,感覺是這樣子 好,那第二個更新的話是我們的限時活動小毒複合 就是要宣傳一下我們的長大版的青羅 跟那個和尚的 關卡 那這個關卡的話,這個關卡的話我應該可以做工業了 應該可以把影片做完了 就把那個挑戰關卡做一做這樣子 好,那再來的話把 第三個更新的話就是把我們的木指道跟幻海謎城 這兩個常駐的關卡把它放進去我們的意文裡面 然後如果其中的挑戰關卡的話,必須透過逆輪之環進行解鎖 在其餘的那個騎人十輪之環隨機獲得 那每天的話可以有一次機會這樣子 好,那再來的話是我們的 神雀青衣跟真衣值不值得抽的環節啦 那神雀青衣的話本來在一開始推出感覺好像很厲害,會再動 他是兵系的俠客,但是實際上他用起來並沒有那麼的輕鬆 並沒有那麼的輕鬆,就是沒那麼的好用 然後再從這個版本開始呢,神雀青衣跟真衣他們這個新角色開始 他們的神兵技能會一起跟著新英雄一起推出 所以神雀青衣跟真衣他們兩個是有神兵技能的 那關於長大版的輕鬆,我個人認為是不推薦抽的 這一池的大獎是我們的真硬 真硬真男人 那他的話他的天賦是這樣子 雷系鐵衛,然後他是兩個內,如果每存在一個友方 他的免傷跟暴擊傷害的減免就會提高3-5% 最高到15% 然後他本身的天賦是可以直接幫忙護衛的 所以他並不會說因為被你封賣 被你封被動就不會護衛 只要使用絕學就可以把他的護衛提高到兩個 然後他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機制就是他使用完 非傷害的絕學會開啟兩個的法陣叫迴靈劍 如果是使用傷害絕學的話他會開啟兩個的範圍法陣叫做炫滅劍 會有兩種不一樣的光環 有玩過夢戰的就會知道什麼是光環 那迴靈劍的話就是可以讓友方免疫屬性降低跟檢驗狀態 檢驗狀態就是直接變成說你有福音 就是直接免疫所有的負面狀態 如果是迴靈這次的話就是我們友方 只要踩在這個地圖上面 踩在他那個格子上面就會隨機給一個正義狀態 並且回血 是一個 非常不錯的結界 這的話 炫滅劍的話是直接在 讓對方敵方無法獲得正義狀態 並且我們友方在踩的時候呢 可以對炫滅劍的所有的敵方造成一次固定傷害 而且這固定傷害很多啊 20% 踩5次你就死了 然後本身呢就是正義呢自帶了戰陣 三生通知症 那戰陣的話是要觸發 跟其他兩個正眼英雄 所以他可以跟夏侯儀加上玄金開 他也可以跟我們的劍聖 加上古倫德開 只要有正眼的 角色 充滿三隻跟正義一起開他就可以開他的戰爭 那這個戰爭的話是給的增傷條件的話是兩個內陸的其他友方的話 絕學傷害提高10%有點像是 玉池良的天璣陣 不過玉池良的天璣陣是要進戰鬥 然後這個的話是絕學傷害這樣子 而且坦克只會越做越強 在正義這個版本他出了戰陣然後結界 然後自動 互衛綁在天賦裡面之外了 正義他本身還可以召喚出他的士鬼來做一個 輔助的作戰方式 所以 坦克只會越出越強 像未來有推出我們的小谷 小谷還會復活 嗯沒錯就是這樣子 好那本池的建議就是推薦你們 爭議是大獎 仇爆 然後神圈輕易是 扶不起的 我覺得冰屬性的俠客 或者是御風 前面還有個冰離大吉的界限在 再來的話是新活動 泰拳災星 新的泰拳石的活動轉飾品 那正是新的四個飾品的話 蒼南法易 流影征服 然後送風入懷 靈哥靈界 這四個新的 飾品的話 並沒有所謂的 必須品 就沒有像是 玄武欲的那麽必須 沒有像是 回血腰帶那麽的必須 這個詞的話 比較像是讓你們的 飾品多了很多種的選擇 像是這個送風入懷 他是給 補師法師他們帶 那如果你遭受到範圍攻擊的話 中心兩格的人就會 獲得你的命運狀態 命運就是回血20% 這個東西就是比較像是 按情況而代 而不是說一定是必須品 然後還有這個行歌靈界 他是物攻加8% 如果主動絕學都在冷卻中的話 得傷害提高15% 然後霧穿 提升15% 但是實際上的話 物理的角色還是都以暴擊手為主 還是以暴擊手為主 好啦那本次的神兵開放的話是我們的 玄宇、真映跟我們的神雀青 這三個開啟 那 這三個的話我把圖片貼在這邊 那我個人認為嘛 如果你會推薦真映要用 那玄宇有練的也要升等 那神雀青會建議大家先放長褲 看看會不會再加強 真的是這樣子 推薦玄癮、推薦哲力 不推薦神雀青 好那再來的話是 光鋒經驗跟通關文典 光鋒經驗跟通關文典就不介紹了 大家都知道 好那盤子禮包上架啦 第一個是神雀松 大家都知道 這個是 誒 他這邊好像有點物質了 有點物質了 450塊 應該是獲得十之印三個 對不對 十之印三個然後十之印100 應該是物質啦 好再來是七刃十之靈 這個才是真正的七刃十加十之靈吧 對不對 完了 完了連功告都打錯了 好那再來是劃下無錦領 劃下無錦領建議不要買 因為基本上不會缺了 神兵劃珍的材料 再來是五項之拳與銅上 銅上神兵材料 十人蜜藏 十人蜜藏 比較像是100塊去換 實際20個 實際20個大概是180吧 對不對 1800 1800 划算大概賺了800塊左右 好那再來是泰拳摘心裡 那一樣 如果你想要去轉那個飾品的話 轉那個飾品的話是可以買這個女裝的 再來是真印跟神雀青衣的 55階盤子禮包 誰買誰盤 好啦那本週的月版本更新還沒結束 因為呢 昨天實況其實我也有講嘛 第四賽季會開啟 結果那公告裡面也沒有打 然後我自己去翻才發現 偷偷更新了 公告不用心啊 好那逐路爭鋒第四賽季 在2月9號就是明天的早上10點 就會開放 那正常來講也是12點才會開放 12點開到晚上11點 然後維持大概也是兩個月兩個月半左右的時間 給你們打竹尘風 然後呢 本賽季的話 一樣就是有宗師階段 然後呢 這次送的 不是也是送的 黃金深等皮膚 是我們的劍聖很帥 很帥 有興趣的那個PV我有放在頻道裡面 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這次的那個淘汰賽時間的話 是4月1號 4月1號開始256強 然後決賽的話是在4月23號 那如果有用競爭比賽的玩家們 可以記得一下這個時間 好啦那這邊都做一個簡單介紹 本週的月版本 懶人爆 就到這邊啦 有任何想討論的內容 歡迎留言討論 我是三毛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想要看更多或者討論更多天地劫遊戲資訊 歡迎大家加入三毛親自管理的千人LINE社群 FB粉絲團也會每天更新遊戲文章影片資訊 最後別忘記YT頻道數值三連按讚訂閱分享 我是三毛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